画画是儿童探索世界的最佳方式 孩子的世界是充满未知和想象力的空间 五一小长假 年仅十岁的田鱼翔小朋友 用油画棒给大家带来了精彩分成的绘画作品 他用灵俏的小手充满童真的笔触 描绘出自己心中的最美景色 让我们从儿童的眼中看世界 体会同趣 保持同心 田鱼翔呢他跟我一起 从五岁开始就一起画画写生 那么他非常喜欢油画棒的这种表现形式 他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积累了近百幅绘画作品 那么这次展览当中呢 他精选了六十张他特别喜欢的作品 来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我叫田鱼翔 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 从五岁起我就喜欢发挥想象在纸上涂鸦 八岁以后就慢慢的积累了一幅幅绘画作品 我喜欢把我的梦想世界画入到我的作品中 我希望我的画能带给大家喜悦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热爱艺术 热爱绘画 感谢各位的到来